姐姐真是深藏 大家好,这里是16根羽毛 我们知道,羽球场上的美女很多 不仅身材高挑,打扮也十分火辣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穿瑜伽裤打羽球的美女究竟有多好看 看完视频,你会发现 瑜伽裤真的是YYDS永远的神 身材好的人穿上,实在是太美了 身世请进,我们其实都是来学球的 你学会了吗? 但记得背好纸巾,随时擦口水 哈哈,开玩笑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以后关于羽球美女的精彩内容 你就不会错过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素人美女 很多美女都喜欢穿瑜伽裤打球 这个妹子真的是颜值和身材都在线 虽然动作挺业余的,但谁在乎呢? 不过,瑜伽裤真的是好看 好身材一览无余 妹子敢穿成这样去球场 也是挺勇敢的 当然,也有所谓的羽球员 只是为了摆拍 问题来了 如果选混双搭档的话 你是选这样的妹子 还是这样的妹子呢 这妹子的技术 业余场当男双运都绰绰有余了 看完素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网红 在所有网红运动员里 穿瑜伽裤最好看的,那一定是王老师了 王老师这身材一看就是经常去健身房的 关键人家不仅身材好 球打的也好 王老师是以前八一队的国家级运动员 他的经典角度就是秀反手 差点忘了,大家都是来学技术的 王老师也会经常分享一些干货 例如,颠球的三种方式 第一种,稳定性颠球 第二种,手感性颠球 第三种,发力式颠球 还有反手停顿勾球等等 那我们首先要抢高点 在下手再把球勾出 要球技有球技 要颜值有颜值 要身材有身材 王老师应该比现在更红才对 视频里他也说过 为什么要穿瑜伽裤 健身裤好处多多 首先,弹性大 第二,显身材 第三,他的压力 能够缓解乳酸堆积 我不仅要穿的舒服 我还要打得漂亮 弹性好 显身材 缓解乳酸堆积 其实,还有第四个原因 就是流量密码 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第二个网红 叫打羽毛球的哥哥 国家一级运动员 用球筒颠球 是需要一些实力的 还有抽墙 也是那些白拍的网红 望尘莫及的 做准备运动 绣杀球 女的会杀球 总有一种反差感 还有换装 各种颜色的瑜伽裤 哥哥身材还是可以的 但个人觉得 比王老师稍微差一点 第三个网红是检阅 省队的国家一级运动员 她的抖音粉丝数 和王老师差不多 六十多万 看起来挺高的 身形偏瘦一点 没王老师那么凹凸有致 突然发现 专业女运动员 杀球前的展间 做得很到位 值得学习 最后一位网红 是小点 学生妹的感觉 也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看这身高 起码一米七五以上了 身材的话 见仁见智了 属于高瘦身材 比较适合当模特 在王老师 格格 简阅和小点四个人里 你最喜欢谁的身材 对穿瑜伽裤打羽球这件事 你怎么看 你支持穿衣自由 还是觉得 这是不专业的表现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也期待你的点赞支持 这里多说一句 你们评论里说 好好的羽毛球栏目 怎么总发一些选美内容 但大家再看看 诚实的播放量 啥也不说了 掺和着来吧 哈哈 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们说过 羽球场上的 十大性感穿搭 从好身材 一览无余的瑜伽裤 到丝袜 短裙 吊带裙 一英俱全 甚至还有穿比基尼 打羽毛球的 真的是长见识了 身世请进 我们都是来学球的 但记得背好纸巾 随时擦口水 还有羽球圈的三大美女运动员 分别是格罗亚 萨莫维尔 立元文音和大枯彩 说了他们不仅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颜值也是一等一的漂亮 尤其是大枯彩 美到窒息 其中还有给摄影师 夹鸡腿的福利彩蛋 宅男最爱 不容错过呀 除此之外 我们也盘点过 抖音四大羽球网红 按人气排序 分别是王小宇 坎萌 艾黎和小宋老师 如果他们四个单打的话 谁更胜一筹呢 综合他们的颜值 身材 谁才是你心中的第一美女 看完那期视频 你就知道答案了 今天来就打啊 神龙 我最近刚学球 球打得一般 在座的各位我都打不过 但是我还是想给你们上一个 还有另外十大羽毛球网红美女 有穿瑜伽课的王老师 你怎么能进步的佳佳 学生美女小点 声音超级嗲的李瑶 以及身材特别好的 苗江体育娜娜 我们把他们分成了 颜值和身材两个赛道 看完大家投票一下 谁才是颜值最美 谁才是身材最好 眼球都不会 你怎么会有进步呢 以上四个视频 没看过的朋友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链接观看 我们还专门出节目介绍过 大马第一美女五六盈 泰国天才美少女碧茶梦 还有最最可爱的羽球 美女之田千阳 没看过的朋友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链接 查看羽球美女播放列表 再提醒一下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以后关于戴子影打羽球的精彩内容 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了 这是一个关于羽球的栏目 节目会在每周五晚上八点准时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了 羽球快乐无限 我们下次再见